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押杆 临界力 欧拉公式的时候 我们都做了一定的假设 我们假定我们的材料是在小变形线弹性范围的工作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 我们欧拉公式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个适用范围 它只能够用在压杆 横界面上的硬力 不超过材料比例极限的情况下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 欧拉公式的所谓推导的这个硬力 或者说临界硬力 它应该等于我们的零界力除上横界面积 应该小于等于我们的SigmaP 小于点SigmaP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公式之后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这个Lambda这个数 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Lambda这个数 它应该大于等于我们比例极限 所要对应的这个LambdaP 那么其中我们这个Lambda 我们把它称作压杆的柔度 压杆的柔度也把它叫做长细比 也把它叫做长细比 那么我们这个I在这儿把它称为 截面的惯性半径 是和我们的截面级和尺寸相关的 那么这个压杆的长细比 就是我们的要求 大家知道 那么从这个地方大家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叫我们的压杆稳定 叫做细长压杆的稳定 我们研究的是这个压杆的柔度 或者说长细比 那么对于这种Lambda比LambdaP 大的不是太多的这样一个压杆 或者就是说它非常接近于 我们这个极限这样一个压杆 由于有那么一点点的偶然偏心 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话 它就会出现Y压组合 因为强度不足而丧失我们的承载能力 那么因此对于这一类型的压杆 实际上欧拉公式是不太适合的 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这个Lambda 应该是比较大的 比这个LambdaP要大 要大不少才能够适用我们的欧拉公式 换句话说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长细比比较大的情况 才适用欧拉公式 如果只是刚刚接近了 反而欧拉公式不适用 反而欧拉公式不适用 那另外我们来看看 我们这个压杆稳定的临界应力的总图 那么对于Lambda小于LambdaC的这样一个刚压杆 那么我们临界应力的计算公式呢 实际上采用的是POWER线的这样一个半经验公式 POWER线的半经验公式 那么这个半经验公式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对同一个材料做到压杆 那么它的临界应力核载 随着柔度Lambda变化的这样一个关系曲线 我们就把它叫做临界应力总图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它在LambdaC就是我们的极限核载这一部分呢 我们把它分成了两个部分 左边这个部分是一个POWER线的形状 右边这个部分更趋近一个双曲线的形状 那么我们呢只研究这个 当它小于等于这个LambdaC的这样的情况下 临界应力的计算公式 就是一个POWER线的形状 那么大家可以知道 如果能够应用欧拉公式求解临界力的这个FCR的压杆 我们就把它像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 就是压杆欧拉公式的使用范围 我们把它称作一个大柔度的压杆 或者叫做细长压杆 大柔度压杆或者细长压杆 就是我们这个Lambda 要比我们实际的那个LambdaP要大很多 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用来做这个细长压杆 那么这样的细长压杆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使用抛线方程 那么不能够应用欧拉压杆的公式呢 我们就称作小柔度压杆 那么小柔度压杆 它就不会产生所谓的稳定时效问题 它可能会产生刚度时效 或者说我们强度时效 但是不考虑稳定时效问题 它是一个小柔度 或者换句话说是一个大柔度 它不太容易产生时稳的情况 那么这一点就请同学们要特别的注意 在我们研究压杆稳定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根据我们的欧拉公式 它的使用范围 和根据我们零件应用的总图 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零件应用情况 我们可以得到应用的情况 OK 那么我们的第三点就讲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